主席各位同仁 18岁顧民权的休憲案出立法院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国民党在这两天终于决定能够放下他们的过去的坚持 投下同意票 还是十分值得感谢 为什么在曾明中委员一上台的时候 要去指控民进党一路是多数暴力 然后是一路的抹黑 这样的指控一直到刚刚林委员议华的发言 都还没有停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发言的时候必须厘清事实 事实是民进党一开始就知道 这次的休憲只有18岁公民权是四党的共识 所以我们一路互送单独处理18岁公民权的这个议案 这个过程中国民党确实速度的杯葛 而且坚持要绑不在籍投票等等 1月27号朱立伦主席都还坚持要绑不在籍投票 一直到最后增加了动保权环境权等等这些要绑进来 这样的主张的坚持 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过程民进党成了修宪的阿信 这不是抹黑 我们党要求说我抹黑他们要道歉 这不是抹黑 我们用一段影片来证明 这是在程序委员会 曾明中委员的家言 那我们本来也评估过 是不是说先让18岁公民权先走 但是后来评估的结果 因为过去民进党的记录太差 所以我们就希望还是一并来修宪会比达合适 谢谢 是的 这是在礼拜二的程序委员会 曾明中委员还坦诚 国民党曾经评估过 要不要单独处理18岁公民权 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要 不要的理由我们就不需要再吵架 我只是要说明 民进党没有抹黑国民党 而今天我们不要吵架了 国民党宁愿把荣耀归给人民 说我们宁为如子牛 所以我们投下同意权 好 谢谢管委员 继续请曾委员民众发言